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热潮节目 今天的内容将会让你大开眼界 特朗普直言台湾应为美国防御付费 并指责台湾夺走了我们100%的芯片业务 这番言论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波澜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迅速回应 强调台湾愿意承担更多责任 并强调台美之间的友好关系 台积电股价阴升下跌 而特朗普的这些言论也让人 对他若重返白宫后的对台政策感到疑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台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近期言论 更是掀起了一股政治风暴 特朗普直言不讳地表示 台湾应该为美国提供的防御付费 这一立场引发了对未来美台关系的不少疑虑 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 特朗普被问及 如果他在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 是否会保护台湾 免受中国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声称 台湾是其一个省 并誓言要将其并入中国 不排除使用武力 而美国尽管不正式承认台湾 但却是台湾最重要的安全伙伴 特朗普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指出台湾应该支付美国的防御费用 称美国与保险公司没有什么不同 并指责台湾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 这一言论无疑是特朗普的典型风格 他主张交易性外交政策 及任何国际支持都应该有经济回报 事实上 美国根据立法义务 向台湾出售数十亿美元的武器 提供其自卫手段 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 这些武器销售显著增加 然而 特朗普的最新言论表明 他对台湾的支持并非毫无保留 他提到 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日益增加 如果他是台湾 他会感到不安全 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台湾行政院长 卓荣泰迅速回应了特朗普的言论 他表示 尽管台美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两者的合作关系一直良好 并强调台湾愿意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 卓荣泰说 台湾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印太地区 有共同的责任 我们愿意做更多来保护自己 和保障我们的安全 此外 卓荣泰还指出 台湾正在努力增强自卫能力 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他强调 台湾政府希望并预期芯片制造商 将保持其研发在台湾 并邀请其他外国公司在台湾设立 特朗普的言论 也引来了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 台积电 TSMC股价在周三早盘交易中下跌2.4% 这家芯片制造巨头目前正处于第二季度财报发布前的静默期 分析师指出 这反映了市场对特朗普若重新当选后政策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担忧 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生产了超过90%的最先进芯片 并且已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了650亿美元建设新工厂 然而大部分生产仍将留在台湾 特朗普指责台湾夺走了美国几乎100%的半导体产业 这一说法并没有具体证据支持 但这种说法反映了他对美国产业外移的不满 特朗普与他的竞选搭档J.D. Vance 在本周的福克斯新闻上表示 美国应该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安全威胁 Vance指出 美国应该拥有防止中国入侵台湾所需的武器 这样才能对中国形成有效的威慑 美国对台湾的官方政策是战略模糊 即拒绝明确表示 如果中国攻击台湾 美国是否会来防卫台湾 然而 现任总统拜登曾多次表示 他会保卫台湾 这使得华盛顿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不确定 特朗普的言论再次凸显了 他对外交政策的交易性方法 他曾在去年7月 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回答是否会保护台湾的问题 会让他在与台北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他批评台湾夺走了美国的芯片业务 这一立场与他此前的言论一致 尽管特朗普的言辞强硬 他的上一届政府却在一定程度上 使美台关系更加密切 他的政府批准了超过18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包括战斗机和导弹系统 并签署了一项法律 允许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台湾 分析人士指出 这些政策可能更多来自于特朗普周围的官员 而不是总统本人 台湾东武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陈方宇表示 特朗普仍然将这个岛屿 是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 或与中国事务相关的东西 他本人根本不关心台湾 然而 这些不确定性并未削弱台湾增强自卫能力的决心 台湾已经稳步增加了国防预算 并将军事征兵期从四个月延长到一年 台湾政府还表示 将持续加强国防现代化 包括开发自己的潜艇 随着11月总统选举临近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是否会随着新一届总统的上任而发生变化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特朗普的最新言论 无疑给这个问题增添了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而台湾 这个位于战略要地的民主国家 将在国际舞台上 继续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特朗普最近表示 台湾应该为美国提供的防御服务付费 这一言论 引发了对他在总统选举中若重返白宫后 美国对台湾支持的质疑 台湾行政院常卓荣泰回应称 尽管台美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双方关系良好 并表示台湾愿意承担更多责任 但为具体说明 这意味着什么 特朗普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 被问及 如果他在美国大选中获胜 是否会保护台湾免受中国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声称台湾是其一个省 并誓言要将其并入中国 不排除使用武力 虽然美国不正式承认台湾 但却是台湾最重要的安全伙伴 特朗普表示 台湾应该支付美国防御费用 称美国与保险公司没有什么不同 并指责台湾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 美国根据立法义务向台湾出售数十亿美元的武器 以提供其自卫手段 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 这些销售显著增加 然而 特朗普周二的言论表明 他对台湾的支持并非保证 他指出 中国对台湾的军事侵略增加 并表示 如果他是台湾 他不会感到太安全 并质疑 为什么美国要充当台湾的保险 同时声称 台湾夺走了美国的芯片业务 特朗普重负指控台湾 夺走了美国几乎100%的半导体产业 台湾生产了全球超过90%的最先进芯片 主要通过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 TSMC 这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也是苹果和英伟达的重要供应商 TSMC正在海外建设新工厂 包括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三座工厂 总投资达650亿美元 但表示大部分制造仍将留在台湾 台湾行政院常卓荣泰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特朗普 表示台湾感谢美国的支持 并且台湾正在努力维持这种关系 同时也在增强自卫能力 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他说台湾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印太地区 有共同的责任 我们愿意做更多来保护自己和保障我们的安全 卓荣泰还表示政府希望并预期 台湾的芯片制造商将保持期研发在台湾 研发流在台湾是最好的选择 政府将维持这样的环境 并继续与产业合作 他说并邀请其他外国公司在台湾设立 特朗普的言论增加了美国 对中国的态度可能会强硬 但不可预测的迹象 若他在11月获胜 在采访的其他部分 这位前总统承诺将对中国征收60%到100%的关税 但他会放弃禁止中国拥有的应用程序TikTok 他还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直到疫情爆发前都是我的好朋友 特朗普新宣布的竞选搭档J.D. Vance周二 在福克斯新闻上表示 美国应该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安全威胁 你必须问自己 中国会因为我们在欧洲大声疾呼和表现强硬而受到更多的威慑 还是因为我们拥有防止他们入侵台湾所需的武器 而受到更多的威慑 美国对台湾的官方政策是战略模糊 即拒绝明确表示 如果中国攻击台湾 美国是否会来防卫台湾 然而拜登曾多次表示 他会保卫台湾 台湾宣扬国防进展 特朗普要求岛屿支付美国保护费 台北已经增加了国防支出 并将军事征兵期从四个月延长到一年 行政院常卓荣泰 在回应前美国总统对彭博商业周刊的评论时表示 台湾正在努力维持这种关系 同时也在增强自卫能力 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他说台湾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印太地区有共同的责任 我们愿意做更多来保护自己和保障我们的安全 台湾行政院常卓荣泰表示 台湾愿意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 并正在稳步增加国防支出 台湾已经稳步加强了国防预算 并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们的责任 我们愿意承担更多责任 我们正在自我防卫 确保我们的安全 尽管特朗普的最新言论 与台湾在华盛顿享有的广泛两党支持形成对比 但他们也反映了他对外交的交易性方法 当被问及去年7月是否会作为总统保护台湾时 特朗普告诉福克斯新闻 回答这个问题会让他在与台北的谈判中处于非常糟糕的谈判位置 他批评台湾夺走了美国的芯片业务 这是一个他重负的说法 他告诉彭博商业周刊 台湾夺走了我们的芯片业务 我是说我们有多愚蠢 他们夺走了我们所有的芯片业务 他们非常富有 尽管他在竞选活动中采取了强硬的语气 但特朗普的上一届政府 使这个岛屿与美国更接近 特朗普使华盛顿对这个民主统治的群岛的军售正常化 他的政府批准了超过18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增强了其自卫能力 包括战斗机和导弹系统 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法律 允许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台湾 并允许台湾领导人与美国的对口官员会面 台湾工厂是他与中国贸易战的赢家 因为公司将生产转回了岛屿经济 这些政策可能来自特朗普周围的官员 而不是总统本人 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陈芳宇认为 特朗普仍然将这个岛屿 是位与中国谈判的筹码 或与中国事务相关的东西 他本人根本不关心台湾 总的来说 特朗普的言论 引发了对美国和台湾未来关系的质疑 尤其是在安全和经济合作方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的言论 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他说台湾夺走了美国的芯片业务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台湾的TSMC 是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商 他们的技术和投资 是台湾自己辛苦发展起来的 不是从美国偷来的 而且台湾承担了大量的防务开支 最近还将征兵期延长到一年 这不正是台湾自我防卫的最好证明吗 特朗普这种言论 只会让人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在真正关心美国的盟友 哈哈 楚天书 那你是不是忘了 美国可是靠着自己的军事力量保护了台湾这么多年 如果没有美国 恐怕台湾早就被中国收回去了 特朗普说台湾应该付费 其实有道理 毕竟房屋不是免费的 而且你也不能否认 台湾的芯片业的确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 对美国的芯片市场有很大影响 这不是夺走是什么 谢琪琪 你这话说的就像美国是个保险公司 提供的服务都要收费 可别忘了 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不只是房屋 还包括经济 文化和科技合作 台湾的芯片业在全球领先 这不仅对台湾有利 对美国的科技企业也是巨大的支持 想想苹果和英伟达 是不是都依赖台湾的芯片 特朗普如果真的关心美国的利益 就该加强这种合作 而不是向盟友收取保护费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台湾的芯片技术 是无私奉献给美国似的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建厂 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你可别太天真了 特朗普的保护费 论其实是提醒台湾 不能总是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 该付出点实际的东西了 台湾自己也承认 在防务上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这点特朗普是说得很对的 我们可不能总是让美国单方面承担这么多责任 谢其其 台湾在亚利桑那建厂的却有商业利益 但这也表明台美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互利的 而不是单方面的索取 至于防务 台湾增加国防预算 延长征兵期 这都是在自我防卫 美国如果真的把台湾当作盟友 就该支持而不是敲诈 你看特朗普还说台湾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 这话说得真是忘恩负义 台湾的半导体技术可是让美国的科技公司如虎添翼 难道这还不算给了东西吗 楚天书 你这话说得好像美国欠了台湾什么似的 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可不是开玩笑 这是实打实的安全保障 而且你也知道 台湾的芯片技术对美国有多重要 这才让特朗普提出付费的要求 确保双方的利益平衡 台湾既然说愿意承担更多责任 那就该拿出实际行动 而不是之说不做 特朗普的言论虽然听起来有些粗鲁 但他所说的也是现实问题 不是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 特朗普这回可是又煽起了一场政治风暴 他大言不惭地声称台湾应该为美国的防御付费 因为他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 这话一出口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急忙回应 表示台湾愿意承担更多责任 但没有具体说明这意味着什么 这种情况下 台美之间的微妙平衡可真是如同走钢丝般 特朗普在彭博商业周刊的采访中被问及若他重返白宫是否会保护台湾免受中国侵略 他的回答充满了商业化的色彩 将美国防卫比做保险公司 并指责台湾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 这一言论不但引发了对美国对台支持的质疑 更让人怀疑特朗普是否会继续履行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毕竟他可是满脑子生意惊 这样的言论 台湾怎么可能感到安心呢 台湾行政院厂卓荣泰在新闻发布会上也不甘示弱 指出台美之间有共同的责任来保护台海和印太地区的安全 他还强调台湾正在努力加强自卫能力 并维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 然而特朗普的言论无疑是给台美关系泼了盆冷水 矛盾的是 特朗普还指责台湾夺走了美国几乎100%的半导体产业 这指控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显得相当荒谬 特朗普不仅在言论上飞扬跋扈 他的新竞选搭档J.D.Vance更是火上浇油 称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安全威胁 并质疑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支持是否足够 这样的言论对台湾股市也造成了影响 台积电的股价因此下跌 投资者的信心显然受到了打击 这番情况下 台湾恐怕不得不在三权衡与美国的关系 毕竟经济和安全都受到这样的言论影响 特朗普这位前总统的外交风格一向交易性十足 他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 访问时 对是否会保护台湾的问题表示含糊其词 称这会让他在与台北的谈判中处于非常糟糕的谈判位置 而他一再强调台湾夺走了我们所有的芯片业务 这种言论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特朗普在这次言论中充分展现了他的商人本色 将外交事物看作一场交易 与此同时 拜登政府则保持着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 拒绝明确表示是否会在中国攻击台湾时出手相救 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让台湾在面对中国威胁时 犹如大海中的小船 随波逐流 尽管如此 特朗普的强硬言论却未必能够转化为实际行动 毕竟他在外交事务上更多的是利用台湾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 总的来说 特朗普的言论无疑给台湾投下了一个巨大的不确定阴影 然而台湾也在努力展示其国防进展和自卫能力 这场政治风暴的走向如何 还需看美国选民在11月的选择 以及中美之间的外交博弈如何发展 无论如何 这场戏码还远未落幕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